延续19章20章的内容 神继续对埃及审判 而且就在亚述王进攻菲利士的时候 神就已经让以赛亚向埃及地发出警告的信息 耶和华说 我仆人以赛亚怎样路身赤脚行走三年 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 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 略去古时人 无论老少都路身赤脚 献出下体是埃及蒙羞 这个信息不单单是对着埃及人说的 其实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在第五节说 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 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 以色列人以为投靠埃及可以躲避亚述帝国的攻击 但是埃及马上就要靠不住了 那么面对强大的亚述 以色列人可以如何逃脱呢 神接着以赛亚用一个反问句来提醒以色列 为何要依靠一个会被推倒的强权呢 神的信息都已经说到了这个地步 为什么以色列还是不回转投靠神呢 当然这也不禁让我们想到了神在呼召以赛亚的时候 就已经说明了以色列民的顽固 在六章九节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问问自己 我们是否也像是这以色列民一样 虽然听见神的话却不明白 虽然看见神的作为却不晓得 愿圣灵帮助我们渴慕神的话语 明白神的话 从而真的投靠神 日替我信号 联系 奥 联系